我畫得非常好 看一下 看到自己的畫像 總統賴清德笑得很開心 這是上個月 仿式彰化養護中心 國民黨籍縣長王惠美全程陪同 更當面向總統要預算 那目前我們還有幾個地方 經費中央還沒有核准下來 再拜託我們總統 再來給我們協助 這番話恐怕也是說給在場 彰化立委謝依奉聽 總統先打預防針 似乎早料到在野黨會出招 只是縣長這邊開口討錢 立月藍白卻聯手黨總預算 不曉得首長們作何感想 不僅是打了自己執政縣市首長的臉 更是無視基層人民的生活需求 中央補助到不了位 受害的恐怕是地方縣市 像是台中市神岡區 國小中央廚房計畫 影響三千七百名師生 就連資源最豐富的雙北 二零二五年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 中央也有補助 藍白立院卡總預算 漸漸影響明年市壯運進行 台灣是民主法治的社會 所以中央政府也必須要 聆聽民眾的心聲 既定的一個延續性的預算 是不受影響的 那新興的計畫 我們也會做適度的一個調整 以新北市為例 二零二五年預算兩千零九十六億 中央補助高達六百零三億 佔三成 若中央預算卡關 新興計畫拿不到補助 侯友宜坦言會受影響 藍營一邊討錢一邊確擋 總預算大丸兩命手法 再來一次我們就江湖賢 永遠不過台北常常到